佛宝现前了 法宝跟僧宝自然随之就现前 法宝是正知正见 僧宝是与一切众生 和睦相处相亲相爱 最重要的是个佛宝 有生宝有法宝未必有佛宝 有佛宝决定有法宝有生宝 所以我们要认真 陆离地向佛菩萨学习 今天我们接着再看底下一句 第五句 极庆必知 这个造卧的人 心无 引无 行无 极庆是好的事情 他都遇不到 他所遇到的灾祸 B 住节里面讲 求不得的意思 你的需求得不到 不能顺心 不能诚意 有佛宝 把我接下来 所以我会摆下来